所以自己不敢那个把外面的棉袄脱掉 哈喽大家好 我是刘坤 一个在日本时间的小伙 前一段时间发了一个视频 就是那个 前一段时间发了一个视频 就是说那个 日本女生为什么冬天穿裙子那个视频 然后下面有很多就是网友在下面留言 问为什么天那么冷 日本女生还穿裙子 今天就跟大家聊聊这个问题吧 先让先去问我老婆 为什么就是日本的女生 天这么冷还穿裙子多了吗 那你问你话 那你 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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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婆 发ə 小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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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大家路 它走痛 好 维 Nik 所以 我的身杀 进喔 我的老婆说的意思就是说 比如说去跟男朋友约会呀 或者跟朋友出去玩呀 大部分日本的女性的话 大部分就是在这个时间会化好妆 会把自己打扮得漂亮一点 所以穿裙子的冬天会穿裙子 因为他们暖气都特别足 不是说咱们家里做的那种暖气片供的 他们就是空调啊中央空调 比如说在家里有那个空调 还有就是像那种烧柴油的那种 烧柴油的那种就是加热的路片那种 还有就是那个烧那个就是一般的煤气的那种 加热的也有 然后你去上车 你去坐车的话 比如说公交啊电车 他们都会有暖气 特别是日本的那个公交 日本电车 我给你们讲一下 日本电车的话 像这一般的话 比如说这个是电车的影子 他们的暖气不是从上面往下 不是从那个车上面往下传过的 他们的暖气是从这个地方出暖气 类似一个暖气的出风口 所以我感觉这个也是有一个就是高中生 他们不穿那个穿短裤的一个原因之一吧 因为怎么说 因为就是你想吗 他们上高中生他们出在家里有那个暖气 出门走两步上公交上那个电车有暖气 然后下车走两步到教室有暖气 所以高中生们他们就就穿这个穿短裤也不怕冷 说到这让我想到一个就是特别尴尬的时候 我刚来日本的时候尴尬的一件事 那时候刚来日本的时候 我是二月份来日本的 天气还是比较冷的吧 就跟现在的天气一样也是比较冷 所以刚来的时候那时候不知道啊 里边穿的衣服穿的厚毛衣啊 就是偶尔套外套套自己感觉很帅的外套 我套那个面袄套上去 里边穿的厚毛衣 然后到了学校 学校因为有暖气 十年前啊学校有暖气 我们班同学都把衣服脱了 里边那个露出来的里边比较好看的T恤啊 比较好看的那个毛衣啊之类的 我是一个就是不能说是我妈做的毛衣 我反正就是特别 我自己感觉特别土的毛衣 所以就是自己不敢那个把外套的棉袄脱掉 然后热了一身汗呢 也感觉丢人不敢脱 这期视频就到这吧 不知道我们两个说的 有没有帮你们解答 你们心中的疑问啊 好 谢谢视频到这 如果喜欢的可以点下关注 我老婆最近做了一个 就是开始她自己的频道 就是做那个抖音 如果喜欢的可以关注一下 下面那个搜索下面那个抖音号 抖音账号就可以找了她 请关注我 嗯 请关注我老婆 如果喜欢的可以关注一下我的频道 如果想知道的可以在片里留言 如果喜欢可以帮我们点赞 点发一下 好了 拜拜 拜拜 再见 好 再见 好 再见